市委高中各学层的同学们分组一序上台报告 展现出他们这几年来的学习成果 其中除了包括普通课的国文、英文、社会、自然 以及科展的得奖项目 还有观光餐饮科的实作内容 走进观光餐饮科的想念时光展区 每一处都能看见老师与同学们的互动与学习轨迹 分别展出中餐、异国料理、油层设计、烘焙、影条、餐服等等 专业程度完全不会输给业界达人 他们这三年来他们不断的参加了很多的一个比赛 然后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成果 然后都希望能够透过他们这三年来要毕业之前呢 能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展览 然后欢迎我们的学校的师生 然后以及来宾一起来共襄胜举 为了配合108课纲展现多元自主学习成果 包廉县市立思维高中在日前特别办理了 各学层的联合成果发表会 除了将各项竞赛中的夹击透过导览解说 让学弟妹们建立起标杆楷模 也让同学们可以提升自信 展开心胸勇敢的开口表达 近年科展我们总共有送了六件 那就是百分之百都得奖 有两件是优等四件是佳作 所以他们的成果 再透过这样一个学习 也展现到他们一种优异的成果 在他们的学习历程当中也可以留下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 对他们的个人的申请或是特殊选材都有很好的帮助 这次除了普通科在科展项目中大放异彩 电机学成也在全国技能竞赛北区赛中 南瓜配管与暖气的一到三名 由于成绩有目共睹 也让今年国中端的完全免试入学人数大幅提升 今年在完全免试的部分 我们所有的入职的人数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百 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国中端的老师 还有学生的家长跟学生肯定认同四位 而在大学繁星计划的部分 四位高中今年总共录取44个人 其中包括台大、清大、政大与台师大 通过的比例与人数在花联市校当中表现最为优异 另外在科大的繁星也有百分之百的录取率 四位高中表示将会持续提供充分的资源 让每位学子都能顺利开启充实的学习历程 记者 徐丽晴 花联市报导